今天这个视频一开始 请大家把注意力先关注到我的胸前 你想到了什么 我觉得可能条件反射的你想到了鲜血 但是非常抱歉告诉你 不是 是什么呢 是这个蓝莓的汁 是这个吃蓝莓的时候 吃的比较粗鲁 所以把这个蓝莓汁弄在身上 我今天身边的几位朋友 王华 磊 徐教练 江苏 四个人都说 哎呦 你胸前怎么有血呀 我注意到了这种条件反射 为什么大家觉得是血 而且那么恐怖 我觉得其实就是战争带给大家的阴影 这个刚才我说的四位朋友加上我都没有经历过战争 我们只是在电影电视剧里看到了那些战争场面 用刺刀捅人 用子弹射杀人 用大刀砍人 用地雷炸人 用各种各种方式 夺取一个一个的生命 那么现在我们身上有一点血我们就紧张 所以我就非常担心说我们那些拍的那些那种应该叫什么电影 就是抗战的那种戏 都叫什么 叫他们什么电影 长青胡 不是 叫什么呢 就是专门有一个讽刺他们的词 但是你想起来你告诉我 就是那种电影 专门有一个词 就是说他们不着调的意思 我很怕就是我们和我们下一代的这些人 天天看这些不着调的电影 就是拿死人不当回事 拿成千上万的死人不当回事 战争就是一场游戏 我很怕他们就是在我们和我们的下一代中 造成这样的恐怖的这种蔓延 那么有一天 我觉得可能我们每个人内心深处 那种对生命的不尊重 对善良的放弃 就都会激发出来 我现在给大家推荐一个电影和一本书 我希望大家都去看看 这本书叫《菊花与刀》 原有翻译成菊与刀的 是一个美国专家写的 据说是美国专家为什么要写这本书呢 是因为日本投降以后 美国要接管它 那美国要研究这个民族 研究这个民族 这个它有什么特性 这个也好 这个对它这个进行管理 让它走上这个现代化的步伐 不再是一个野蛮的国度 他们研究了以后发现日本 这个国民或者说日本的这个社会 就有两个特征 就是菊花与刀 菊花是什么呢 象征了皇室 大家都崇拜天皇 天皇说什么 我们就干什么 第二个是刀 刀就是五十道精神 当没有这个天皇 号召他的臣民去现身 去杀戮的时候 这个五十道显得没有那么恐怖 甚至你现在到日本 你也能看到有人跟你表演剑刀 表演这个刀术 他是这样 但是当天皇一生令下的时候 这些手拿刀的武士 马上就会变成屠夫 这就是菊花与刀 那么我们怎么让这个日本人 变成喜欢刀剑 但是又是充满善良的百姓 怎么防止日本人 成为天皇一生令下 就变成战场上的野兽 可以制造南京大屠杀 可以制造与顺大屠杀 可以制造渠州大屠杀 可以杀人无数 可以拿杀人当游戏 可以两个人比赛 看谁杀的多 这是这本书 第二是苏联导演罗姆 拍的一部纪录片 叫普通的萨西斯 我觉得他讲的内容差不多 也是这个意思 也是他讲的是德国人 德国人在战前 他们跟其他的欧洲人 或者跟世界上的大部分人 没有什么区别 没有什么两样 我印象中电影里有一个镜头 解说词是这样说的 爱情让人们如此相似 这是什么镜头呢 都是这个女孩 给男孩 在整理这一部扣 一组 大概有二十多个这样的镜头 都是女孩 在给男孩整理一扣 你看爱情让人们如此相似 但是当这个德国由纳粹把持以后 由希特勒的把持以后 这些德国青年人 青年男女 他们就成了这个杀人的机器 成了杀人的魔王 他们可以杀人如麻 他最不能让大家接受的 是他们对待犹太人的态度 不光把犹太人分批的赶到毒气石里 毒死 还把他们的头发都剪下来做假发 把他们的金牙全都摘下来 作为财富 把他们的人炼成油 做成肥皂 所以现在全世界都在防围杜鉴 都在防止着日本军国主义 和德国的新纳粹 重新滋生 这个社会不允许这两种形态出现 就是因为他们是违背人林的 他们是违背人性 我说这些可能是老生常谈 年轻人也许没听 但是像我这样的中年人 甚至比我大的这个老年人 他们都听过 全都听过这些 具体到我家里 对战争有什么感受呢 我觉得最直接的感受来自于我的父亲 因为我的父亲1946年参加了解放军 然后参加过这个渡江战役 参加过这个刘邓挺进大街山 参加过广西剿匪 也参加过抗美元月和抗美元老 就在他有限的这个军旅生涯里 他右臂这一只胳膊付过三次赏 所以他的右臂是个残疾 他连这样敬礼都敬不了 他敬礼的时候手都是反的 他连加菜都加不了 他加菜说是 我们都是这样加菜 他加菜是这样 这样加菜 这就是战争给他带来的痕迹 那么我们懂事了以后 这个问父亲更多的时候 这个讲这个战场上的藏处 我记得我父亲说过的最多的话 是信任 为什么 比如他们村子里有八个人还是六个人 我记不住了 跟他一起当兵 只有两个人回来 他们参加这个淮海战役的时候 这个他们那个牌守住一个 这个在这个打黄沫淘兵团的时候 他们守着一个缺口 所谓缺口实际上就是一块镇定 消炎异漫 他们一直在那守着 一直守到上级部队来找到他们 就告诉他们这个战争结束了 刚才蕾蕾想起来了 告诉我吧 那个那种剧叫抗日神剧 大家看了太多的抗日神剧 基本上一个武功队就可以把日本的一个师团干掉 整个侵略日本的这个日本鬼子 整个侵略的我们俩村的民兵基本上就能把他们搞定 中国人略为看着 而且很多人喜欢看抗日神剧 觉得贵 慢慢的他们就觉得真正的历史是这样 而忘记了就是我们无论是国民党正规军这个正面战场的部队 还是这个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和新水军在整个抗日战场上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一上前线一出发就意味着可能回不来 他们甚至都不能保证每个人有一双鞋 更不要说一双好鞋 他们甚至不能保证每个人有一条枪 他们甚至整个那个部队的这个枪里面每个人只有三发子弹 所以说八路军打仗的时候就三发子弹就开始冲锋了 为什么冲锋啊 你不冲锋也不行 没子弹 就得冲上去拼自刀了 这个战争就是这么残酷 我刚才说到了我父亲 短暂的这个战争经历中就三次负伤 在这个淮海战役等上级部队来接他们的时候 他说他印象最深的是 他们整个一排又成了个位数 就活了那几个位数 其实他参加了几次战斗 他印象最深的都是 他的整个部队就剩下了几个人 哎呀我父亲命大 活了下来 在这个战场上活了下来 立了很多子宫 最后也高手 在九十岁高龄 这个离开的我们 通过读历史 通过研究这些民族的发展经历 通过自己 父亲的亲身经历 通过我身上的 这一小块像雪迹一样的 这个蓝莓江 我们都对战争 就是出远 希望他永远不要进到我们生活来 希望我们永远生活在一个和平环境 那么从我开始受教育 从我开始识字 从来受的都是这样的教育 这几年变了 出来了一帮 还用那个词吗 傻逼 真的 出来了一帮傻逼 我印象最深的是 我第一次听到 是听到一个军人 一个上校的 戴旭 他说 如果我们跟美国打仗 我们可以沿海的多少多个城市 那意思都陷出去 让美国打烂 但是你美国在海外的基地 你也就被我们打雷了 那是多少多少个城市 不是一个村 不是一个小学 你还记得武汉那个妈妈吗 因为自己的儿子没了 他就跳楼了 你说的容易 这个可以多少个城市 可以让美国炸掉 可以让美国打烂 你们家的城市 那里面的人 都是你们家亲戚 要真是那样 我们都巴不得 他快死 你知道吗 这就是非常野蛮的 这个上部这种战胜无害率 最近又出来 叫李 大家给他起个外号 叫李龟头 这个名字用的太合适了 这个人就是典型的没人性 他是从来不把这个人命担一回事 比如他说 说美国这个新冠死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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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少 然后中国死了四千 中国有十四亿人 死了四千人就相当于没死人 四千人还没死人 都是你们家人 我还是那句话 要都是你们家人 可以算没死人 不是你们家人 你就没有权利说这个傻逼话 你知道吗 最近呢 越不踏实 又开始说 这个说中国跟美国打仗 我们可以死一亿四 一亿四千万人 在他嘴里就是个数字 我们干嘛要死一亿四啊 这个习近平总书记说了 太平洋足够大 能容得向中国和美国两个国家和睦相处 我们为什么要死一亿四呢 那美国也得死一个亿吧 我们就不把人当人呢 结果网上所有的网友都骂了个少逼 骂了个少逼 那天我看后又出来了 出来说 我现在改了 我改成七亿 十四亿减七亿还剩七亿 他没这么直接说 他就说七亿 去掉七亿还有七亿 他没敢说 我打仗可以付出七亿了 这种神秘啊 只要我们在街上见着 先打一阵 真的 先打一阵 先照死了打一阵 先让他尝尝冰死的滋味 这个给他来点伤也行 让他知道战争是怎么回事 还有呢 我觉得这个政府呢 应该把他和他们家的亲戚都集中这个管理 都住在一个小区 等到真的跟美国打起来 把那个小区的位置抱给美国 说这 这个村里的人是不怕死了 你可以先把他们全炸了 包括戴旭他们家和他们家的亲戚 司马家头和他们家的亲戚 胡叼盘和他们家的亲戚 这些人全是主张战争的 都是这个不把人这个生命当做排在第一位 所以这些人可以先死 也可以死得狠一点 也可以死得快一点 这个借用这个李龟头的一句话 中国有这么多人 死了他们这个家族就跟没死一样 现在俄罗斯在侵略乌克兰 我们每天都能看到这个战场上的这些报道 现在这个战场上的报道比以前要新鲜 这个仙虎 以前看不到 可能只是这个传的一些消息啊 报纸上零零碎碎 广播电台里零零碎碎 说那么一点 现在一个直升机去炸死一个人 恨不得都现场直播 所以我们真的就看到了那个战场的残酷 我想问这个 现在在听我视频的孩子们 或者年轻人们 你们是拿它当游戏机看的吗 你们是觉得这是一场好玩的游戏吗 当那个报道 每天报道俄军死多少人 乌克兰死多少人 你们是觉得那是个游戏吗 你们愿意冲到前线吗 你们问你的家人 你的哥哥 你的兄弟姐妹 首先在那个前线被炸死 被打死吗 如果不愿意 我觉得从你们开始 一定要把战争的残酷深深的记在我们脑子里 一定热爱和平 我顺便把这个话说给外交部的新闻发言人吧 你们别整天弄的第二天就要打仗 就别弄这一套好不好 外交是什么 外交是还差一分钟就开战 外交都不会停止努力的 不会停止这个制造和平的努力 对吧 天天要跟这个练 要跟那个练 干嘛呀 但是你就算我们都能赢 我们也没必要跟谁练的 我们不能和平发展吗 我们不能像邓小平说的那样 闷声发大财吗 我们老百姓过点好日子不行吗 多挣点工资少交点税不好吗 我们一丢免费不行吗 教育免费不行吗 养老免费不行吗 我们有多少事要干 干嘛非得着急打仗吗 嗯 其实我要说这个思想的这冲突啊 我可以说我的内心天天都在打仗 就跟那些恶人恶言恶语人 跟那些错误的观点和导向 就在和他们进行一场 你死我国的战争 因为我觉得这不是小事 因为这个我都六十了 你想忽悠我没那么容易 就你那个视频啊 你不被我忽悠我就不错了 我跟你说啊 但是有很多年轻人 他们很智能 他们有一腔爱国之情 然后你们把他们发展成了叫极端民族主义者 他们天天恨不得拿起枪来这个干事 但是 现在我们还没看他们拿起枪来干事 我们看他们拿这个煤气罐 拿这个什么这个自制炸药 开着宝马车 各种各样的方式 已经对自己人下手了 这就是你们这些人 就是把死人不当灰兽 把战争这个拍成神剧 这就是你们种下的种子 现在开花结果 哎呀 有些朋友也觉得说 小崔啊 你干嘛呀 天天把自己弄成这样 你轻松一点不行吗 你这不是你天天画画 解字 你这不是画鸡 你画的公鸡是母鸡 你给我们介绍行不行 这其实可以给你们介绍 是公鸡是母鸡 我呢 没这个心思 真的 你就把它当个鸡来看就行 它也是 它也是一条生命 如果我们学会把一朵花 当作一朵花对待 把一只鸡 当作一个生命对待 那我们就会学会 去爱一个人 当我们学会去爱一个人 学会自爱 学会用和平和平的方式 跟每一个人相处 我们就不会那么着急打仗 再把这句话重说三遍 别着急打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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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最近画了不少两只鸡三只鸡 我写的挺好 这个一只鸡 有一只鸡的孤傲 两只鸡有两只鸡的团结 三只鸡有三只鸡的力量 这一段经过是 人不知而不遇 为以君不知 来说一只鸡的力量